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Key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一款 大家小時候幾乎都有玩過的超經典這集遊戲 由SMK正版授權的合金彈頭手遊版本 合金彈頭覺醒 遊戲內除了還原各種原汁原味的聽點元素以外 同時還提升視覺向的感官享受 實際體驗起來只能說不只經典還有創新 經典部分的合金彈頭覺醒 除了原本就有的橫向闖關模式 可以透過主線劇情模式來體驗 而且就算是第一次接觸合金彈頭系列的玩家們 也可以輕鬆上手 因為絕鍵裡面有自動瞄準輔助系統 可以自動鎖定附近的敵人 所以不用擔心會打不到對手 加上自己實際操作起來遊戲算是非常流暢 不是使用手機還是電腦都沒有問題 接著創新的部分是 這次合金彈頭覺醒一口氣開放三個全新的戰鬥玩法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介紹吧 首先第一個新模式 追捕計畫 這個模式我相信有很多人會非常感興趣 因為這是合金彈頭系列第一次嘗試加入Rogelike元素的新模式 通關後就可以獲得三個能力強化的選項 簡單來說就是每個人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戰鬥風格 不一定要跟別人一樣 但是我自己就非常喜歡黑洞流派 看了對手被黑洞吸進去 然後我自己就瘋狂輸出 那各位也可以在這個模式裡面找出出自己的獨特玩法 接著第二個新模式 聯合行動 也就是主隊副本玩法 這時候各位一定會想說 這樣哪裡創新了 主隊闖關不是以前就有了嗎? 這點你們確實沒有說錯 但是呢 過往最多只能兩個朋友一起玩 而聯合模式則是開放到三人闖關 重點每個人還有各自的額外能力 加上輸出位置的雙重速度提升 治療奶媽的範圍補血 還有肉盾坦克的吸引炮火 對三個玩家們必須要好好合作 才能發揮出最大的力量 那既然都可以組隊了 還不趕快跟我一起加入戰鬥嗎? 合金探頭覺醒就等你們來挑戰 至於第三個新模式 就讓我賣個關子 留給你們自己親自體驗吧 畢竟我覺得遊戲還是自己實際下去玩最有感覺嘛 接下來就是這部影片的重頭戲了 也就是大家最期待的攻略環節 畢竟每個人都希望可以不要走錯路 直接培養對的角色以及槍枝那是最好的對吧 好那我個人首先最推薦培養的角色 絕對是我們的主角馬可少校 他只要進入遊戲就可以免費獲得 所以完全沒有入手難度 但各位不要以為免費的角色就不強喔 馬可的定位是一隻主力輸出 因為他的技能可以進入類似龍的子彈時間 這時候敵方單位不論是移動速度 還是子彈速度都會變慢 重點期間內 馬可的武器會變成兩把衝鋒槍 使攻擊速度大幅提升 而且每發子彈都擁有25%攻擊力的傷害 所以馬可是一隻非常好用的主力輸出 至於我建議搭配的武器有兩種 首先最強的絕對是伽特林系列 因為伽特林的特性就是射擊速度非常快 而且子彈數量是所有武器中最多的 那為甚麼適合馬可 是因為馬可的戰術技能 速射飛拳 會依照射擊次數而外發射兩發飛拳炸彈 所以伽特林這種射擊速度快 而且子彈又多的武器 就會是馬可的最佳首選 至於第二強的就是重擊槍系列 因為雖然他的射擊速度還是很快 但整體的子彈量會落後伽特林一大截 不過還是非常適合 所以排在第二順位 接下來第二次推薦角色 是我們的二號男主角塔瑪上位 如果塔瑪的話 一開始並沒有辦法馬上取得 需要透過挖斗來累積碎片 但是由於他真的蠻好用的 所以還是先介紹一下搭配 塔瑪的定位屬於副手輸出 我們很少會直接派他上場 因為他的第一個重點在於被動效果 只要隊伍裡面有帶塔瑪 就可以讓我們整個隊伍 所有英雄的重傷增傷屬性提升10% 而且每5%武器防禦 還會提升1%的重傷增傷 所以光是帶上塔瑪 就可以提升整個隊伍的輸出能力 至於他被稱為副手輸出 主要是因為 主動技能清場效果很強 都會對前方目標造成400%的攻擊力以外 還會造一台秘密機器 自動攻擊周圍的對手 所以平常戰鬥就可以使用馬克組戰 然後當遇到一群敵人時 就派出塔瑪來清場即可 至於我建議搭配的武器有三種 首先最推薦的絕對是火箭筒 畢竟她的重傷成分最高 這張加乘起來的傷害也最可怕 再來第二強是拳擊槍 破狙擊槍 接下來第三次推薦角色是納迪亞 她的入手也非常簡單 我記得遊戲登入第二天就有送 至於納迪亞的定位屬於奶媽輔助 因為主動技能的效果是 會對螢幕內的敵人進行來回彈射 造成大量傷害 可以幫忙清場 然後納迪亞會短時間內變成胖子型態 這個重點來了 胖子型態的納迪亞會獲得美食光環 這個能力可以讓範圍內的所有英雄 每秒恢復1.5%的生命值 並且提升35%的攻擊力 所以在打聯合行動的時候 納迪亞就可以派上非常大的用場 當然單人模式下 也可以發揮出一定程度的效果 因為美食光環的魁血與傷害效果 在切換角色的時候 還是可以繼承 所以我覺得納迪亞是所有玩家 一定要培養的重要角色 至於我今天搭配的武器有兩種 首先第一種是火焰砲 身材武器的傷害很高 而且是範圍穿透 最用話的是 火焰砲擁有異常增傷屬性 這屬性對於納迪亞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納迪亞的被動效果是 每人擁有5%的異常增傷屬性 就會額外提升3%的治療效果 所以高傷害並不是重點 提升哪樣才是我們真正的目的 至於第二種就是噴冰槍 選擇她的重點就是 高薪速的噴冰槍可以降低對手的速度 當隊友就會比較好發揮 那以上兩種其實都OK 選擇自己喜歡的風格就好 最後一隻要推薦的角色是伊瓦葛蘭 她是我認為前期最好用的主力輸出 玩起來比我們的馬可少校還要過癮 所以如果各位有辦法拿到的話 我覺得可以變成伊瓦組C 然後馬可負C這樣子去做一個搭配 至於伊瓦到底強在哪裡 首先小招的部分就是可以召喚磁力球去攻擊對手 然後這些磁力球連線起來還會造成持續傷害 雖然我們就算不射擊也有辦法打倒對手 但這招技能的重點是被動一的磁化狀態 因為在召喚磁力球之後3秒的時間裡 伊瓦在武器射擊時會額外附帶雷電傷害 而且這個雷電傷害是會連帶攻擊附近對手的 因此清場或是打王的效果都超強 不過最厲害的還是必殺技 這招可以造成600%大範圍傷害 而且期間內場上的磁力球還會發生爆炸 所以伊瓦真的是前期非常好用的主力輸出 對於我建議搭配的武器有3種 因為伊瓦的閃電會繼承武器單發傷害的13% 所以要盡量選擇單發攻擊力高的武器 因此符合的選擇有狙擊槍、火箭筒、全擊槍 那我自己平常是使用狙擊槍比較順手 不過還是建議各位這三種都可以嘗試看看 好那雖然培養推薦已經介紹完了 但遊戲內其實還有很多角色也非常好用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都歡迎留言找我討論 最後是我自己的心得分享 給還在觀望的玩家們一點參考 首先操作性的話就如我前面說的 玩起來是真的流暢 雖然說這個部分會因為每個人的設備不同有所差別 但至少玩起來是非常OK的 至於娛樂性與耐玩度的話我個人覺得也還不錯 畢竟經典環球跟關卡創新都有堅固到 加上角色跟裝備需要培養 可以玩的東西就真的不少 然後沒想戰鬥的時間也不會太長 而且遊戲內也有掃蕩系統 就可以看你們自己想要去怎麼玩 那以上就是這次為合金彈頭覺醒 帶來的遊戲介紹與攻略 最後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是雞腿 我們下次見 掰囉